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介绍一下未来论坛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和企业家联合的组织 民间组织 而且我们的宗旨是让科学重回舞台中心 首先我得祝贺一下我的好朋友施玉宫教授 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也不得不说的话呢 这个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一个知识经验科学和科技能够产生价值和财富的时代 这个特别高兴的是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的中学生对科学的话呢 重新的有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我记得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的话 那会儿的话我们只知道数理化 而且那会儿呢叫做学会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的话呢是这个 只要懂科学能愿意学习 走到哪儿也不怕 那么今天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我们这个未来论坛的话呢 在一瞬间的话 就收集到了一百多万条中学生 对大科学家的问题 从中选了这个五名同学 跟施玉宫教授直接对话 能够充分反映出的话呢 这个青年一代对科学的这个兴趣 和这个追求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未来论坛的理事 同时的话呢 也是这个section的这个sponsor 感到特别的欣慰 刚才我讲到的话呢 知识 科学 科技 不但的话呢 能够作为这个价值和财富的 创造的动力和源泉 同时的话呢 还有一个秘密 做科研的话呢 还可以使人变得很年轻 就不信的话 一会儿你看看 这个我和这个义工差不多同龄 对吧 我像这个七十后 他像八零后 所以的话呢 这个 我也像这个encourage 我们这个年轻的 这个中学生和科学家 今天的话呢 对这个义工教授 还有严超教授的话呢 要勇敢地提出 他们不容易回答 和回答不了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李葛先生的致辞 下面进入对话环节 有请主持人张磊先生 对话嘉宾 施依宫先生 和五位青少年对话嘉宾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大家下午好啊 我是高领资本的张磊 今天呢很高兴 能够主持呢 本场的这个对话的活动 我最近啊 我说跟那个义工啊 还有李葛啊 走到哪儿都如影相随 一个多月以前 我跟李葛呢 一起在那个耶鲁大学 刚刚搞了一场对话 我主持这个李葛 给了他不少的难题 今天李葛今天跟我说呢 一定要把我这个难度 再往上调一调 对待义工的时候 绝不能手软 那么之前呢 我呢也首先要爆料一下 我跟这个义工的这个渊源啊 这个我们两个 都是来自于一个小地方 而且一个中学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于 河南省驻马店中学的 一个同学 但是呢 我是生活在他的阴影下 长大的 我比他小五届 所以说我的班主人就说 哎呀张磊啊 你得好好努力啊 我们还有那个 私一公那个榜样呢 他是每门呢 都考了120分 我说满分不是100分吗 他说加分他都考满分 所以说我是在 多么这样的一个阴影下 才成长起来的呀 那多不容易呀 所以说今天呢 我首先呢 要请一公呢 跟我们讲讲 他的心路历程 就是他怎么从 河南省驻马店 这么一个小地方 一步一步走到 清华 走到普林斯顿 又回来 又现在我们 还有志 有机会一起 又他又去这个 创办了这个 现在叫西湖大学 还是叫西湖高中技术学院 现在这怎么个事 已经批大学了 是吧 OK 就西湖大学 而且一公的 我告诉你啊 演讲是极有魅力的 你们知道 他一场演讲啊 是都是以一元计的 怎么讲呢 我上次呢 搞了一个我的这个 一个很好的企业家的年会 就请他来演讲 他就跟大家讲 这个生命科学 他实际上是就从宇宙的渊源 开始讲起的 然后讲到了这个生命的科学 讲到最后呢 说这是他的理想 他要办一个西湖大学 后面的话是我讲的 我就现场进行募捐 我们现场就募了 两点几个亿啊 其中包括一个 我的一个朋友 是做螺儿钢期货的 说我今年这个 搞供给车改革 做螺儿钢都不小心 赚了这么多钱 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还是交给私一公吧 所以说我说 大家很有幸啊 能听到这个 价值几个亿的演讲 那么我想呢 下面呢 那个首先请一公 我的师兄 我的校友 我所崇拜的科学家 来给大家讲讲 他的心路历程 好 谢谢 这个 那我就说 先说这个张蕾 就算是我的师弟吧 给我平添不少压力 还没有开口 首先呢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下午聚聚一堂 听我们在一起 和几位中学生一起对话 张蕾呢 让我先讲一下心路历程 我就讲几句 我想我可能很想说的 就是尽管 也是从我们的渊源说起 我们同样来自河南省 中南部的一个小地方 驻马店 但是我们都走出来了 无论是张蕾还是我 所以说我从这方面来讲 我特别感触 也特别感慨 就是特别感谢这个大时代 我在想 如果没有这个大时代 做背景的话 也许我们两个 就在驻马店了 这辈子也不会走出来 对 其实我在想 就是如果非常简单 我的自己的背景 大家可能有的 我的朋友在座了 已经知道 我呢 其实是在驻马店 生活了十一年 既是我的家乡 也是我的故乡 也是我感情 最深厚的地方 到哪我都讲 自己是驻马店人 我是后来在郑州上了高中 1985年到清华大学读本科 在清华 我提前一年毕业 四年以后 本来要走上工作岗位 后来呢 决定出国留学 说90到95年 在霍普金斯大学 在美国东岸 拿到了生物理的博士学位 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 最后呢 是在97年的年底 去普林斯顿大学 做助理教授 一直到我回国 从决定回国 006年 到在清华建实验室 07年 整整十年 到现在 07年到现在 其实这一路走来呢 大家肯定觉得 我肯定什么都顺风顺水 一切都很顺利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讲 其实不是这样的 最简单的一点 就是我一开始 你们可能也会感兴趣 我并没有 下定决心做学问 一开始 所以说决定做学问以后 又发现做学问的奥妙 又特别地感慨 这一直这样过来 而我因为来自小地方 有好多机会呢 一开始并没有 最后呢 一点一点 我觉得还是通过 自己的努力把机会得到了 所以也特别有感触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总结 总是说 你只要好好走你的路 走下去 总会能达到你的目标 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所以一会儿也想 跟我们几位同学 再多说几句 包括现在 在实验室里 在我的实验室里 包括现在在清华 面对清华的学生 我都会这样叮嘱他们 你自己心里想的 你信仰的东西 远远重要于外界 别人对你的看法 和整个社会上的舆论 和走向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的学生里边 我也多次说过 有一位叫财季节的 你们可能都要知道 我要说啥 因为他是大连清工业学院 学造纸的 他曾经走的路非常崎岖 但是他现在是一个赫赫有名的 国际大家 结构生物学家 我用他的例子 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奖 给我中学 给筑马店高中 给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学生奖 甚至给我的小学 筑马店实小的小学的同学生 这个学弟学妹讲 说你们只要自己 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你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达到你的目的 肯定会 但是我们很多人很遗憾 最后就放弃了 所以我唯一的感触 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坚持者 直到现在 就在心里还是有一个梦想 直到现在 也是在奔着梦想而去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也请到了五位同学 他们都是经过 层层选拔出来的 优秀的学生代表 用刚才五红的话说 他们都是问题 有问题的同学 问题最多的同学 当然这个问题是好的问题 我相信等会儿有你们 那个展示的机会 现在呢 请你们一一呢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要不我们先从余涵开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十二中的余涵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很喜欢英语 从三岁 一开始是被父母逼着的 然后后来就特别喜欢英语 第二点是我 非常热爱武术 然后曾经在初二的时候 获得个北京市建树第一名 然后第三呢 是在非常喜欢生物 在高一的时候参加过 学校的生物竞赛 然后也了解到一些生物的实验基础 也做过解剖回虫和环毛瘾的实验 然后今天呢 就是我们了解到高中的知识 中心法则里面 只包括了DNA复制 转录和翻译三个部分 所以今天想听施老师讲一下 那个剪切的过程 谢谢 我们可以把问题留在后面 今天现在 大家都等会儿 一个一个够完的时候再问 每个人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来 尽童吧 大家好 我是王雨彤 就是从一起作业推选上来的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美术 就是关于艺术的一切东西 我都特别感兴趣 然后还有就是理科 就是所有就是 关于科学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 然后就是很荣幸这次能被一起作业 作为学生代表推选上来 你不是托吧 哪个学校的 我是宫美副中的初一四班的学生 就应该是咱们我们这里面最小的学生了 应该是 你是初一的学生啊 哇 真棒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中学九年级一班的李星伦 然后呢 我平常爱好也不算太多 就是下下围棋 弹担手风琴 然后在学习方面呢 我对科学的那个 我对理科的科学比较感兴趣 就是比如说物理啊 化学生物啊 我都来者不拒呢 然后 素理化 然后呢就是 也很荣幸能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四中国际校区高三的陆云帆 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家 我家里有三位医生 所以我从小就对生物和医学 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敬意还有爱好 然后我个人呢也特别喜欢思考一些 就跟生物有关的问题 就比如从很小的这些细胞 然后到人类进化的方向和终端 我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所以也很荣幸今天能跟科学家 能跟施教授一块来对话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四中国际校区高三 我是谭子文 我也特别喜欢生命科学 和就是生理方面的科学 我对于就是在这领域里面 就是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上面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 所以能在这里有这个机会 和各位老师们对话 我也很荣幸 谢谢 好 在大家这个开始这个对话 这个思想盛宴之前呢 作为这个未来论坛的这个创始理事 我被安排还要继续做一下托 给大家做个未来论坛的 这个未来科学大奖的 这个简单的几句话的一个 这个宣讲啊 就是我们呢 这个设立未来科学大奖 其实这个仪工老师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啊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移工啊 小冬啊 这个 饶益 是吧 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提议 自己是酷 科学应该是好玩的 科学应该是有趣的 科学应该是酷的 说希望大家对年轻人对科学的关注 不要只像对网红那样的关注 让对科学家霸成我们时代的新网红 那么这也是我认为这个 可以说第二点 就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个 未来科学论坛 就是 真正高领自己呢 是高领资本啊 做很多这个科技创新的投资 但很多科技创新呢 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1.0 很多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而这个现在科技创新的2.0 是要有真正的科学上的创新 所以说我们很高兴的 我们能够理战科学家 像李格说的 把科学家请回舞台的中央 所以说这是我们 希望能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机会 能去欣赏 能够学习我们的科学家 今天呢 我想呢 这个五位同学刚才也介绍了 他们都很丰富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我觉得跟咱们那个时候 成长起来不太一样啊 这个 在竹马店学习的时候 大家都只是说 这个 只能把学习学好 兴趣都不太多 你看别人都是 从那个武术到美术到音乐 是全方位发展的 这个小孩子的兴趣 在这中间呢 又对科学 有这么难得的 这个浓厚的这个爱好 我想呢 这个把话筒呢 交给这些同学们 看大家先有什么问题 那个看大家 对我们那个 思义工老师有什么问题 哪位先来 好 可以 思义工老师您好 我现在在我高中 我同届有很多的同学 都特别地喜欢学习生物学 并且有很 很郑重地在把这个考虑 作为他们大学 相关专业的选择之一 但是却被他周围的人说 哎呀 这个找不到工作的 放弃吧 别学了 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个 多多少少有一些犹豫 所以我想问问 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您对于这些 正在犹豫的同学们 有什么想说的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啊 也正好郑重下怀 我呢 其实在不同的场合 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反问你一句 或者你们的同学 你们觉得你们将来 如果学了生物 或者是学了任何一门科学 会吃不饱肚子 穿不到足够的 就是能够缺衣少穿吗 不会吧 就是其实我是 很简单的一个答复 我再展开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是人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动物 我想吃饱了 喝足了 或者说如果不缺衣少穿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么担心 少挣几块钱 多挣几块钱呢 这个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最后 学 这个无论是学习也好 无论是研究也好 还是做什么也好 最后我们的主要的着眼点 是什么工作挣钱多 什么工作能够生活得更富足 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至少对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是太不可思议地狭窄了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 甚至刚才说到张磊 我们说到驻马店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食物 没有肉 没有水果 我记得很清楚 四年级的时候 我的小时候的 不能叫理想啊 小时候特别想 可能叫梦想之一 说长大每天吃一个苹果就够了 当时怎么可以想象 长大还有汽车开 还有每天都可以吃到肉 不可思议 但即使那个时候 就十一岁九岁的时候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很受鼓舞 觉得科学很伟大 觉得科学可以改变社会 可以让中国富强 确确实实 潜移默化地觉得 将来做点事情 做科学家 做工程师 这也是一种理想 其实就是这种动力 我觉得让我们这一代人 在往前走 其实不知不觉 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 加引后的现实 现实到最后大家在比 还没有走入工作岗位之前 甚至在中学小学就开始比 说将来可能学什么挣钱多 所以我都五十岁了 我也没搞明白 为什么人在中学 在大学都要考虑 哪个职业挣钱多 去学哪个职业 那不是一开始 就把自己捉价卖了吗 挺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反而要问问 你和你们的同学 再反过来通过你们的同学 问一问自己的家长 难道我就这么的 对不起 见 我上高中就要把自己 做个价卖了 上大学学什么才好就业 才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在对所有选择 生命科学进清华的 进了清华生命学院的 一年级的本科生 我每年都会给他们讲一次 我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有多少人觉得 你们进了清华以后 学生物以后 你们将来还会 为柴米油盐发愁 如果不为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下去 就是很简单 好吗 就是如果比较简单 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从来 没有被这方面牵着鼻子走 从来不觉得 而我有时候觉得 作为一个科学家 作为一个 从事专业研究的人 我很自豪的一点 其实不能说我挣钱少 自豪 但其实有一点点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 你像我当时2002年 我是被普林斯顿大学 这个就是晋升为终身正教授 我当年开的车 还是这个两门四缸 1.3升的一个很小的汽车 这个也是很便宜的一辆汽车 我不知道你开不开车 1.3升 你们开车都知道 1.3升 你踩 对 夏利 我那个车比夏利稍微便宜一点 比夏利稍微便宜一点那车 但是在美国东岸的高速公路上 当然我喜欢 喜欢开 喜欢超速 超速的时候 尤其是超过那些大奔的时候 感觉特别好 估计是张磊开的大奔 开玩笑 就是说那种自豪感悠然而生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觉得 谁的钱多 谁的地位就高 从来没有觉得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觉得 我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的时候 也没有这样觉得 我倒很敬佩他 因为他把他的钱捐出来了 捐给穷人 捐给社会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在我的价值观 世界观里从小到大 从来就没有把这个钱 和我自己的价值 加上中间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并不是说我不需要钱 也不是说钱是坏东西 但钱是要拿来做事的 我只要相信我的事情 能给社会带来价值 能让我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为什么要管我自己 当然了 让自己能够吃饱饭 穿暖衣服 干嘛要在乎这个呢 所以我有时候不太理解这个社会 不是我不明白 是世界变化太快了 不过 对我要加一句啊 就是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们作为企业家 我希望让科学家 变成受尊敬的 创造价值的有钱人 让他们再也不会为钱 就被这个同学 或者同学的家长问这个问题 这个顺便做个广告 李哥就能干点事 好 下一个同学 是的 老师您好 我一直对我一个疑问 就是很多人说呢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精确的 就是推理和这种观察而得来的 但也有人认为直觉是自然科学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请问您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中 您觉得直觉对您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云帆你问的问题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就是什么呢 就是直觉和你的严谨的推理 究竟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对自然科学 包括生物也一样 我觉得其他的学科我怀疑也一样 直觉非常重要 但直觉来源于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training 没有足够的训练 科学的素养 我认为直觉是出不来的 其实我自己 我是做结构生物学的 我在六七年之前有过一次 有过一个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发现 当然现在还没有被科学界认可 就是我发现 骨氨鲜是一种氨基酸 叫glutamine 就是我们的食物中最多的 跟胃精很有关 胃精是骨氨酸 这个骨氨就是glutamic acid 骨氨鲜也可以做胃精 我发现骨氨鲜可以用来抗酸 而且我发现骨氨鲜抗酸 是癌细胞里重要的一个机制 从而引出也许可以通过 不让它抗酸 癌细胞可能就酸死了 如果你们对生物感兴趣的话 可能知道 癌细胞和普通细胞不一样 它大量摄取葡萄糖以后 葡萄糖如果分解到最后是二氧化碳和水 要进三缩酸循环 这个过程分两步 第一步葡萄糖通过糖教解 变成丙铜酸 丙铜酸进三缩酸循环 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但是癌细胞中85%的葡萄糖 不进第二个环节 通过糖教解一步 利用的能量非常有限 它就大量摄取葡萄糖 吃葡萄糖 但是能量产生的很少 只有一步糖教解 结果变成丙铜酸 丙铜酸是酸的 然后进一步变成乳酸 乳酸也是酸的 所以说癌细胞很酸 你要量它的这个 癌组织附近的pH 比正常组织的pH 要低0.5 大家一直对这个现象 很puzzling 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癌细胞怎么样抗酸 我们认为我们发现 癌细胞怎么抗酸 就是通过骨丸鲜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培养癌细胞大量的 你看你们大家在座的 我相信如果有学生物的话 你培养细胞都需要加骨丸鲜胺 都是为了防止细胞培养过程中变酸 我认为很重要的发现 这个发现是来自一个直觉 是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讲一个不相关的东西 讲什么呢 讲胃里边的这个 幽门螺旋杆菌 如何在胃里抗酸 我突然这种直觉 让我意识到癌细胞抗酸 要用到几乎同样一个激励 这个激励就是用 用什么呢 用氨气 NH3 用氨气来抗酸 氨气加一个氢离子 变成氨根 你们都应该学过 用这个抗酸 最后我们通过科学实验 证明这是真的 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直觉 最后又用实验验证是真的 完全来源于我对过去 比如说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了解 对以前代谢 生物学代谢途径的一些了解等等 我想说的是 一个严谨的科学训练 是你所有直觉的基础 我不信石头里会蹦出个孙猴子 人的这种直觉和所谓大家说的天才 一定是经过非常多的training 过去的训练 经过过去知识的积累之后 才会你逐渐逐渐 你会有你的品味 有你的感觉 有你的过去知识的理解 融会贯通 有一天你会突然之间 思想里边的火花会碰撞 你会觉得 我突然突发奇想 我顺便多说一句 我们中国人中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张守成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他是去朋友的 BBQ Party 这个叫什么 烤肉晚餐 他自己说 他说刚开始 他突然想起来 就是叫突破局限体的理论 怎么来推演 他马上放下盘里边的烤鸡肉 告诉他朋友说 我得回家有点事 回家叫他赶紧 把他的这个灵感写出来 记录下来 最后就出了他的这个理论 当然了 我这肯定是简化版 而且肯定有一些 不是完全准确 我相信他这种灵感 也来于他自己过去的 知识的积累 和严谨的思维训练 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你不能够守株待兔 肯定是要去找 去寻找机会 好 谢谢 这个确实都是科学的积累 我在跟医工 就这个科学家这个积累 我给大家举个小的例子 其实大概一个多月前 我约了移工在我们家吃饭 我媳妇专门做了河南饭一套 请他过来 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他的电话 怎么找都找不到 结果呢 他自己就忘了吃饭了 在实验室里面 也根本都是 一直到实验到夜里 结果后来我们就去打电话 因为找 他太太也没找到他 找他们都找不到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我们就去报警 我们就真的害怕这个 我们的国宝不能丢掉了 就报警报警 最后到夜里12点钟 从实验室里出来了 忘了把吃饭这件事 彻底给忘了 其实这个就是 我想你说直觉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没有他这种积累 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 吃墨水也好 费清忘食也好 如果没有这种积累的话 我觉得直觉是产生不了的 我插一句 那一次呢 确实是在看结构 然后呢 忘了时间 其实 我相信在座里 有很多人会 分享我这种感觉 就是科学研究 带来的这种喜悦 是很难用 任何其他的奖励 所代替的 就是我相信 我的学生都会有同感 就是我每次 有一个新的发现 新的突破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他们也会这样想 也会这样感受 就是我们在 人类这个历史上 我们是第一个 做这样的发现 就是我们留给 人类历史 留给这个宇宙的一些印记 留给这个 这个人类文明史的贡献 所以我们每次 有新的突破的时候 这种喜悦 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我经常跟同学说 这笔 这笔 这个 中了彩票 中了奖 都要感觉更好一些 所以我有时候 确实是会忘了时间 在做讨论 跟学生讨论问题 或者是 在看自己的结构的时候 就看我做这一行的 研究的时候 确实这样 好 下一个 十一公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 关于现在比较高精尖的 生物这个圈子 或者呢 是关于您的研究上 有没有关于 有一些新的 关于生命科学的方法 可以针对现在 比较难治疗的一些疾病 就比如说像艾滋病之类呢 好 就是说 你的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 通过我的研究 或了解的研究 有一些新的方法 或者手段出现 对人类比较困难的疾病 产生新的疗法 对吧 因为这个呢 是生命科学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对话 我其实有时候 自己挺感慨的 就是生命科学 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简单一点讲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人体 不完全了解人体 怎么功能 我举一个例子 我是在两周之前 在清华听一个讲座 这个是讲座 是哈佛Data Fabric Cancer Institute 是一个癌症研究中心 Matt Meyerson 他讲 他说把人的直肠癌 直肠癌 拿出来做culture 拿出来培养 发现里边 直肠癌里边 有一种肠道卫生菌 是一个细菌 叫Fusobacteria 然后呢 他做了测序 发现直肠癌细胞里有 他很纳闷 就把这个直肠癌 转移到其他部位的癌 就是直肠癌转移的 拿出来测序 发现还有bacteria 就是有细菌 是肠道细菌 而且发现也有 可以培养出活的细菌来 他更加惊讶 他说那我能不能 他就怀疑细菌 在癌细胞里边 共生 或者是癌细胞表面 搭变车 怎么办呢 他说把细菌药去掉 他就把直肠癌 从人的手术上 切下来的直肠癌 拿出来一块 到小鼠的皮下培养 结果很快长大了 长大以后呢 他又切出一小块来 再植入下一个小鼠 长大以后 再切下一小块来 植入下一个小鼠 它就要纯化 就是说让直肠癌 你要是如果有一些脏东西 他说肠道很脏 如果说带出来一些细菌的话 也可能存化就没有了 存化了四次以后 第四个小鼠 他把那个直肠癌的癌细胞 拿出了几个 结果首先 培养出了 fusobacteria 就是细菌又培养出来了 第二测序 发现了同样 这个细菌的DNA在里边 他到那个时候就确信 这个细菌 一定和癌细胞 有某种关系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我用抗菌素 让这个癌细胞在小鼠中长不大呢 他就给小鼠吃抗菌素 发现果然吃了抗菌素的小鼠 这个直肠癌细胞你再给他 他就长不大了 他在讲座中两个礼拜之前 在清华就说 这是不是说再过几年 我们就可以用抗生素 特定的抗生素来抗癌呢 因为他发现不仅直肠癌 发现其他的癌 肝癌 也同样有肠道的微生物在里边 而且不止一个Fusobacteria 还包括其他的细菌 其实我在这儿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肠道微生菌 和癌症发生的关系 没有搞明白 但是这样的一些非常意外的发现 让整个的从医学 到微生物学 到癌症生物学 都有一些新的想法 可能出现新的疗法 而我自己 我们有同学还想听我讲RNA剪接 在RNA剪接 我们解了结构以后 我们发现在人的RNA剪接体里边 当然在酵母里边也发现 你看到精细原子分辨率的结构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有一些新的物质的发现 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 来自植物的小分子 这个植物的小分子 我不知道汉语怎么翻译 它叫IP6 或者叫phetic acid 在国外 在美国 它有这个营养 我们叫nutritional tablets 就是营养添加剂 你可以大家经常吃的 像鱼油 维生素C 多维片 也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营养添加剂 就是让你吃这个东西 据说可以抗癌 可以有各种健康保健作用 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起作用 我们解了简洁体的结构以后发现 它恰好在这个蛋白和这个U5RNA 是核心的一个RNA界面上 也就是说这个小分子如果不在的话 那么简洁现象很有可能无法往前走 这个现象我们还没有跟踪下去 还没有继续做生化 没有研究下去 人家的我们预测 也许这样一个小分子 是真核生物做简洁的一个必须的小分子 也许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 它既可以加上它带来对健康有用的东西 也许你做它的医治剂 也可能可以在癌细胞 或其他的一些致病细胞里起到作用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不断地有心地发现 这种最基础的科学研究 生物学的研究 会不断地给制药和医学提供新的靶点 新的希望 好的 谢谢您 好 就是我问的估计就比前面那几位 就是哥哥姐姐问的就要小孩一点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光啊 就是要照植物它才能生长嘛 就是为什么就是只有光才照到植物 那植物才能生长呢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如果是灯光里面那个光 能不能让植物生长 哪里面的光 灯光 哦 灯光 然后还有是那个叫 就是光里的养分是怎么进入植物里的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 这些你的问题 有很多可以查十万个为什么得到解答 不管呢 比如说植物有气孔 植物叶子表面 植物有通道 可以让氧气这样的气体进去 比如说光 除了太阳光之外 很多白光就是来自灯泡的这样的光 也可以让植物生长 光和作用 所谓植物生长就是光和作用 但你的问题的 我给你延伸一点问的话 其实你问的问题也非常非常好 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 选择了可见光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光的波段 让光和作用去产生 让植物生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所谓光 它就是电磁波 你可能 我不知道一年级学不学电磁波 但是你们肯定没有问题 高三肯定知道 你看这个世界非常有意思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就是科学的神妙之处 我们所谓电磁波 就是电磁波 因为我在想 电磁波怎么解释 不容易解释 史上最好的解答方式 我们叫 你看它叫 electromagnetic wave 叫电和磁 电和磁连在一起 它的 你像我们打电话 这叫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手机 接收的是电磁波 我们听收音机 收音机接收的是电磁波 我们用微波炉 微波炉是电磁波 我们看东西 这个看见的 这个视觉 能看到的 全是电磁波 但是很短的一个波段 叫可见光区 然后大家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比如说X射线 就是你去做透视 在医学上 也是电磁波 就是X射线的电磁波 它唯一的区别 刚刚我讲的 就是波长不一样 非常短的电磁波 像X射线 可以到零点几个 I 就是10的 负十四方米 负十的 一直到 10纳米 都叫电磁 都叫X射线 OK 10纳米以下 你到了几十纳米以后 叫什么呢 叫紫外 一直到 390纳米 都叫紫外 我们分原紫外 中紫外 近紫外 然后进入可见光 可见光的波段 是非常非常狭窄的 是390纳米 到700纳米 这是人眼能看到的 你其实都该问 或者你想一想 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为什么人眼 只能看到 390到700纳米呢 看到这个波段 大于700纳米 叫红外 我们看不到 红外之后 还有微波 微波已经到了 分米 到米 甚至到10米 都叫微波 再往上什么呢 叫 短波 中波 长波 一直到很长的波 一公里 几十公里 都是可以叫长波 它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能量逐渐地减少 你可以去看那个公式 但是它都是电磁波 有时候你应该想 为什么长波 不能为植物接收 做光合作用 为什么 X射线 不能被植物接收 做光合作用 而是选择了 可见光 及附近波段 来做这个光合作用 原因就是因为 所有的可见光 光波 在被我们的人体 或植物 接收的时候 它用的都是一个 叫photo receptor 一定有一个接收体 你想 它是光子 一个一个过来 我们叫玻璃二向性 它光 这个玻璃二向性 这个光子过来以后 它如果穿透的话 就没有作用了 它一定要把这个光子 要被一个集团 化学集团 要接收到 比如说在植物里边 就是各种 这种接收 阳光里的这种光波的 光子的 像叶绿素 叶绿素里边的 包括很多补光蛋白里边的 红萝卜素等等 都可以接收这些光子 在我们的眼镜里边 叫 我不知道这个 汉语怎么翻译 叫rhodopsin 是一个蛋白 蛋白里边有 像胡萝卜素一样的 接收光子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 有机分子的集团 它接收光子以后 可以被激发 这样的话 激发了以后 它处于高能态 高能态会引起构相变化 最后可以变成视觉 或者变成 化学信号变成视觉 或者变成化学能 最后变成光合作用 可以合成葡萄糖 我讲的可能 有点已经超过了 我们小同学 能够理解的范围 但是你要再想远一点的话 我想问所有在座的观众 还包括你们 也让大家都想一想 我虽然多少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我们植物和人 都是特别的倾向于 可见光波段 但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人不能够 接收可见光波之外的光波 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问题 你们可能没这样想过 其实呢 我想了好几年了 还没想明白 其实观众也可以想一想 我认为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科学问题 我在前几天在麻省理工和一鲁大学 都在和那边的教授探讨 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接收微波 电磁波 就是比如说收音机的波段 但是你们不要觉得 我在简单地给大家 引申这个问题 你们打电话 你们有时候担心耳朵会受损伤 对不对 大家用耳机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担这个星 有科学证据吗 你去查一查 你买房子的时候 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 上面是高压线 并不是因为大家怕触电 你触不了电 它离你房子还有几十米远的 远离高压电线 你们想为啥呢 大家潜移默化心理 担心电磁波 担心电磁波所谓的辐射 其实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整个物种进化过程中 在世界上 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历了 什么样的电磁程 我们不知道这些电磁程 怎么样影响进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科学问题 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一种直觉 我可以告诉 我们在柴上的四位 五位同学和大家 我怀疑 无论是人 还是其他的生物 是可以接收 其他电磁波段的 但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波段 不知道是什么在接收 你想你只要找到 一个能接收的分子 就可以 它只要能这个分子 能够接收这个波长 它可以被激化 大家可能以前 不这样想问题 这种想问题的方式 当你经过比较多的 严谨的科学训练之后 比较多的批判性思维以后 你会开始问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规重矩的科学问题 好 谢谢您 薛老师好 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 看到过您那个 简切体的三维结构 我仔细看了看 但是没怎么看懂 所以我觉得吧 就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 和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可能 我们更关注的是 您的就是 RNA减歇异常 会引发什么样的人类疾病 您的研究成果 能够帮助人类减养 预防这样的疾病 谢谢 好 这个问题是 也是郑重下怀啊 因为正好是我的研究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 因为余涵早些时候说 生物教科书里讲的 重心法则只有两步 或者说只有三步 那三步里 第一步是DNA复制 对吧 就是DNA遗传物质 因为通过复制 可以细胞可以分裂 然后可以最后 可以从父母传给子女 对吧 可以从父带传 传到子带 这样 第二步呢 是从DNA到RNA 叫转录 就是这是一个信息流 你可以想象 然后第三步呢 是从RNA到蛋白质 蛋白质执行生命功能 其实大家在座的 我们现在 你比如说我能讲话 能表达观点 能够运动 能够做手势等等 这些功能 归根到底都是蛋白质在执行 都是蛋白质 所以你可以想象 蛋白质是执行生命功能 而蛋白质的来源 是遗传物质 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一个受精卵 那么遗传物质 DNA变到蛋白质 除了它自身复制之外 只有两步 第一步是转录 第二步是翻译 这是对的 所有的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 但是对所有的高等生物 人当然是高等生物 我们甚至把高等生物认为什么呢 连酵母 酿酒酵母 单细胞 你认为它是高等生物 为啥 因为它有细胞核 什么是低等生物 细菌是低等生物 因为它只有一个核区 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细胞核 所有的高等生物 包括酵母在内 它都是多了一步 就是从转录之后 和蛋白质的翻译之前 多了一步 为啥 它从这个遗传物质 转录出来的RNA 不能用 为啥不能用呢 RNA 凡是能够翻译成蛋白质的那些区域 被一个一个隔断了 被一些 当然并不是垃圾 被另外一些序列隔断了 就是那些序列并没有 并不含有蛋白序列 你要把那些序列给找出来 把它给切出来 切出来以后 把有蛋白序列的那些RNA 再接在一起 这个过程叫剪接 所以我这样一解释的话 你可以想象 剪接特别复杂 为什么特别复杂呢 你想第一步 转录 就是从DNA 到我们叫pre-mRNA 叫前体性是mRNA 前体性是RNA 为什么简单 因为它是一对一 有一个DNA剪接 就有一个pre-mRNA的剪接 一对一的关系 其实蛋白质的翻译 我认为也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成熟的mRNA 成熟的RNA 每三个剪接 你可能已经学过了 对吧 它叫 我们叫 triplet codon 就是每三个剪接 对应一个蛋白质 蛋白质的氨基酸 这样也是线性关系 但中间的一部剪接 它不是线性关系 为啥呢 因为你可能 你可能这个出来的 我们叫前体信使RNA 比如说里面 有20个片段 是含有蛋白质的信息 那么20个片段里面 每两个片段之间 有一段 是不含有蛋白质的信息 也就是有19个 我们叫intron 不含蛋白质信息的 叫内含子 那么每两个外性子之间 有一个内含子 要把19个东西都拿掉 这就难了 因为你得找它的 共同特点 到把外含子 和外贤子和内含子 交接的地方 要找好 还要切掉 这一步是非常难的 它是三维的寻找 和化学反应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有一维的 DNA的转录 有一维的 我叫one dimensional 一维的蛋白质的翻译 但中间一部简洁 是三维的 它很复杂 所以说需要 由简洁体来执行 这个调控很复杂 不要说 你看不懂 就是学生物的 如果不是在 我们的小同行里 也很难看懂 因为你问到了 和人类疾病 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这个过程 非常复杂 这个简洁 反正到什么程度呢 简洁体不是一个 大的符合物 它是七八个符合物 它还不像核糖体 也不像RNA 也不像RNA的聚合酶一样 以至于简洁 经常出异常 多少呢 我们粗略估算 人类的遗传病里面 大约35% 是因为简洁异常造成的 OK 也就是说 大约三分之一多的人类遗传病 跟简洁有关 换句话说 如果哪一天 你把简洁 这个整个过程 它的机理 完全搞明白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对 三分之一的人类遗传病 有一些 有可能疗效 有可能的药物治疗 我认为是对的 我这一次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在冷泉港 开RNA剪接 今天是发现40周年 1970年发现 今年2017年40周年 最后一天 冷泉港的一个科学家 叫Adrian Cranor 讲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它叫SMA 是一个肌肉萎缩 这个一个遗传病 这个病呢 是常人的隐性遗传 这个病非常痛苦 孩子出生以后 如果没有治疗的话 两岁之内就夭折了 非常悲惨 就是说你看那孩子 我看那个录像啊 那孩子出生以后 两岁了 一岁了 还不会自己翻身 手抬不起来 因为肌肉在萎缩 它没有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蛋白 中间有一个蛋白 它有一个Axon 有一个外弦子 结果因为一个 一个碱基的突变 它没有被包含在里边 就被skip 就被错过去了 这么这个蛋白呢 就是最后 错过去以后 蛋白就缩短了 这个蛋白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的话 细胞膜和细胞骨架连不起来 最后就产生了 这个肌肉的萎缩 它就根本就没有劲 它没有这样产生 这个没有这个用力的可能性 结果他们想 既然是一个碱基错位 一个碱基突变 造成了一个外弦子 不被包含进去 能不能想另外一个办法 让这个外弦子包含进去呢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药 这个药呢 就是和在内含子里的一段 一段RNA序列能配对 配对以后呢 能够让 我不讲这个基礼了 因为这个科学道理稍微复杂一点 正好能让这个被 完全被跳过去的外弦子 重新被包含进去 这个药是去年 2016年12月 被美国的食品药品检验局批准 当然药非常贵 60万美元一年给一个孩子 但所有服了这药的孩子 都可以比较正常 还不是完全正常 比较正常的发育 他们跟踪 发现在五六年之前 开始用临床试验的药的孩子 居然现在可以开始走路了 居然现在 这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 通过简洁现象的基础研究 最后呢 解释了一些问题以后 发现了疾病的来源 出了药 这是我知道的 完全针对基础研究 简洁现象知道的 第一个FDA批准的药 好多制药公司 在后面已经跟进了 因为这个后面的药很多 后面的这个激励有很多 还没有搞清楚 也就是我说的 这35% 绝大部分 我们虽然知道 可能跟简洁有关 怎么跟简洁有关 我们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现象 因为是中心法则的一部分 是遗传信息到蛋白质 执行生命工作的一部分 我相信将来搞清楚以后 会对整个的医学和生命 和这个制药 会有大的影响 好 其实医工老师深入简出 实际上把我们这个 可以说最基础的基础科学 Fundamental Science 再通过这个 包括这个Translational Science 能够联合起来 然后能够给 临床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 带来很多这个桥梁 我觉得它是 比较难得的是 它能够横跨 这几个领域 可以说是这个 能够给我们 深入浅出地 做一个解答 其实我也经常 有时候跟他 请教一些 像他说的这个 这个RNA 他说的RNA 就是Messenger 我们在波士顿 看那个Moderna 是吧 就是很多这样的公司 或者这样 它实际上是 用了这些基础科学的东西 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就有机会 在这上面上 不断地去创新 有吸引更多的科学家 再把这些 推到下一个层次 对 这个 我听了张磊这样评论 我还 再想 接上去评论几句 比如说这个 张磊讲的 在波士顿地区的 这个 波士顿地区的 这个Moderna 她的CSO 首席科学家 就是一个来自 U Mass 马萨赌塞大学的 著名教授 也是美国科学院士 叫Melissa Moore 是一位女性 很伟大的科学家 她做了突出的贡献 在整个 简洁发现的过程中 很突出的贡献 她决定自己 全力以赴地 通过她的基础研究的 发现来制药 所以她现在 也是少见地 从大学辞职 她明年 她今年会把实验室关掉 24年 在大学做教授以后 她把实验室关掉 决定全身心地 投入制药的研发 她是在去年 今年入选 美国科学院时 这儿呢 我也想多说一句 就是因为在座的 我想可能有媒体 可能也有其他的 对生命科学感兴趣的同学 尤其是对制药 我在清华 总是对我们的 清华的本科生讲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太着急 什么意思呢 我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学生 给我写信 说因为我的亲人 得了癌症 或者是得了什么病 我一定要去做制药研究 甚至我有的同学 在清华跟我说 不想学习了 想赶紧去制药公司 其实对我来讲 这也是另外一种 急功近利 大家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但我相信这句话 我是负责任的 就是实际上 前沿最尖端的制药研究 完全来自于大学的创新 研究所的创新 其实我们的研究 基础研究 也就是基础研究的创新 基础研究的发现 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 这是根本的 大家有时候会 特别重视应用研究 或简单的最后一步 但不要忘了 它的钱 它的所有的前提 都是基础 就像你盖大楼 地基打不深 楼一定盖不高一样 完全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作为一个 一线的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我在1997年 去普林斯顿大学 做助理教授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和制药公司有关系 因为我就是一个 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 没想到 我们的发现在2000年 一篇自然的文章 第一家制药公司 就给我打电话 我从那以后 一点一点走到现在 我自己独立的科学生涯 做了20年 我的一个品位就是 我发现 其实如果你从事基础研究 在生命科学 你反而更加可以对制药 产生更加深远 重大的影响 所以在过去20年间 我也从事了 也对一些跨国 大的制药公司 进行咨询 指导他们进行制药 等等等等 我就不往下讲了 我想其实也是 想告诉同学们 你其实在基础研究 做好以后 再来制药 再去参与医学 和制药的研发也好 等等也好 可能效果更加显著 而不是急急忙忙地 先去 因为你当时可能还没有 把你的基础打好 去做药 你可能只能做 比较边边角角的 细碎的工作 反而担当不了众人 斯老师说得很好 就是说 我在今年在人大的演讲中 我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在追求 这个instant gratification 这个即时满足 但如果你能懂得 delayed gratification 如果你能懂得 延迟满足的人 你已经先胜一筹了 因为你在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是做的是 我们叫time arbitrage 时间薄力 你比别人的眼光 别人看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你能看十年二十年 你已经就先胜一筹了 下面的环节呢 我听说 大家今天的网上的网友 也非常关注这个环节 这个线上提出了 很多的问题 我们未来论坛的工作组 从网友那边 也挑选了一些问题 并且投放在了大屏幕上 我现在请 未来论坛的青年理事 碧燕超女士 给代表网友了 进行现场提问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 北京师范大学的碧燕超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然后施老师 还有张磊先生你们好 然后我们这边 有一份是征集的问题单 这些问题是来自于 网上各个学校 还有机构青少年的提问 还有像澎湃新闻 腾讯科学 网易科技 新浪科普 一起作业 网上的热心网友 给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想把第一个问题 给张磊先生 然后也让施老师 稍微休息两分钟 给张磊先生有一个 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您为什么要捐这个奖 这个奖 对您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意义 还有您作为成功企业家 是清很多很多青少年的榜样 您对青少年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坏的建议就不用说了 这个现场提问啊 我还真得想想 我觉得这个捐奖啊 这个我想就刚才稍微介绍过一点 其实当时也是 也是受这个 武红啊 受义工啊 小冬啊 还有饶意 他们几位的鼓励 那么大家呢 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世界的下一步的 可以说世界的竞争 和人类文明再往前的发展呢 实际上只是靠 这种简单的 所谓的商业模式的竞争 可能是走到了一定的尽头 这个是一个 中国人其实是实用主义 做得比较精致的 就是什么是 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 创新是非常的多的 那当然这很好 我觉得继续我们盼望 期望我们更多的 这个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只靠 模式的创新是不够的 是我们得有基础科学 就像一公讲的 就有很深的地基 来给我们 推向我们下一个阶段 所以说当时的感觉呢 因为我们都是 包括这个高兴老师 我们这些都是对 国外的大学体系比较了解 知道实际上在 这个西方的科研 尤其是基础科学 其实核心是在高校里面 那么这个我们就想了 怎么有一个 什么样的机会 使这个高校里面的 科学家 使他们能够得到 这个关注 使他们的科研成果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使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 超出了对游戏和网红的兴趣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当了野兽的这个激励呢 然后就想说呢 这个先设了第一个大奖 然后后来呢 又有很多企业家一起 又设了这个连续设了 现在有四个大奖 我们期望 期待 现在三个 三个大奖 那个第四个可能在孕育中 我们也期望能够把这些大奖呢 能够将来能够永续下来 能够有机会 真正的是用一个 长期持久的模式 来去把这个科学的精神 弘扬下去 但是呢 之前呢 我也讲到 就是说尊重你会看到 伟大的科学家 今天我们是在讲一场科学论坛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注意到没有 其实最伟大的科学家 都有很强烈的 很浓厚的人文精神 这我相信是不矛盾的 我想你看医工身上 是医工的 包括了他的文笔 他的情怀 是超出实验室的 是他能够 这种 所以说我希望 我们培养的将来的科学家 包括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 这些小同学们 如果大家问我建议 还是要 这个 专心自制地 做基础科学研究 同时培养自己 这个 广师博学 扩展自己的兴趣 能够成为 有情怀 有温度的科学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先生的回答 然后下面我们就 还是回到 施老师的身上 然后有一些网友的问题 然后这个屏幕好像不是很全 我还是过一下之前我们沟通的一些问题 我自己是做脑科学研究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有点私心 先问网友的一个 正常人类的大脑开发了全部的百分之几 当人类大脑开发到百分之百 人类将会原来有什么样的改变 人怎样才能开发自己的大脑 首先我要有一个声明 因为我是做结构生物学的 不是做脑科学的 所以我的回答是肯定是 我还是要回答 但是我回答肯定是叫什么 叫业余版本 所以大家就乐一乐就行了 我做的研究领域 有一个是细胞凋亡 因为我知道孩子在出生以后 婴儿在出生以后 那时候脑细胞神经元素可能达到最高 然后再不断地凋亡 就开始很多不用 而且我也听说过一些数字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自己没有去验证过 说人到最后也只用了自己整个的 学习记忆功能的百分之十左右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出来的这些数字 通过你这个问题 我想引申一下 我想说什么呢 还是批判性的思维 我也挑战在场的 我们的在场的观众 其实我还没看过 但我听说江苏卫视 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 叫最强大脑 我听说最强大脑里面 有一些人具有类似 极强的 你几乎可以认为是特异功能一样的能力 比如我听说有一个小伙子 可以看一杯水 可以把500杯水中的一杯水能看出来 他看过哪个 还有一个小伙子 我听说 如果按正常的IQ 并不是很高 但是可以做多位数的乘法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种能力是哪来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人家的大脑 在出生以后 我们最后会有今天 这样非常定式的发展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从我们出生之日起 甚至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 父母开始做胎教 就让我们听音乐 我们认为音乐 好听的音乐是一种艺术 让孩子要 当然还不能耳濡目然 先耳濡吧 就觉得孩子能听到 出生以后呢 我们用各种方法 让孩子学令前的儿童 开始学知识 入学以后呢 按照定式 在学书本上的知识 你们都在学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在学这些 接受前人的所有知识 技能的同时 你也在让你的大脑 不断地适应这些知识 按照这些知识 交给你的规律 去思维 你再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总是有得必有失 你失去另外一些 自然的东西 就当然了 我不是说用尽废退 不是这意思 但我相信 那大脑的功能 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学习 因为大学 因为小学 中学大学 这样的知识体系 因为前人 从牛顿到因斯坦 从达尔文到摩尔根 整个的知识体系是这样的 我们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 学习下来之后 它的结果就是 你要到这个知识体系 往前发展 你所谓的创新 是在知识体系内的创新 以这个知识体系 稍微出来一点点 就不错的创新 你很难再跨越一个知识体系 进入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另外的东西 我不知道 就像刚才我大家讲的 人类对电磁波的感受一样 我不会去这样想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看到了 这是我们的世界 而看不过是 可见光区 最后大脑 也是通过大脑 不要忘了 人类所有的东西 都通过大脑 才认为是 我们理解了 难道说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就不存在吗 未必 所以说这里边 究竟有多少 我显然没法回答 网友这样的问题 我在刚才 在两点到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网友提的问题 有十几个 非常精彩 我觉得是非常的 creative 能够充分代表 我们中国人的智力 智慧 真的这样 很精彩 第一个问题 好的 是不是 那个 斯老师 我的这个 follow up 是不是说 你怀疑 现在我们 包括家长 包括学校 有这种 这么 努力 这么 intensive的 这种教育 而如沐染的方式 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 那你认为 你没有隐身 你没有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 是不是说 这个叫什么 像这个 嘻哈里面的 freestyle也好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是思维 这个 这种模式 甚至包括 本科的 Liberal Arts 前两年 部分专业 大家打通去上 表面上都是浪费 从某个角度来讲 不是没有 没有立即上 我马上就能拿到 什么专业 没有 那个 因为我前段 在 在 在耶鲁大学 把这个 这个Liberal Arts 这个博雅 书院这个模式 引到新加坡 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说这个问题 家长都说 我的考试 小孩考这么高分 我上来就要专业 拼命给他解释 因为我是校董 拼命给他解释说 这个是 这个Liberal Arts 没有专业 没有专业 大家就不上 所以一定要有专业 是不是说 你认为的 这些模式 的这个 反而成为 我们以前 形成的那个经验 或者是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成为 自走我们 创新的问题了呢 其实 可能 这个两方面看 这个 首先呢 我觉得 现在的教育模式 它的成绩是巨大的 咱们先 肯定 肯定一下 因为 怎么说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一点 就是我们中国学生 经过中学小学 培养以后 竞争力非常强 什么竞争力强呢 考试 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 中学生的平均水平 在高三毕业以后 我觉得在世界上 我怀疑肯定是前列 当然这里边 不好 不好说 我怀疑是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 下面大家会谈到一些 比如说 说我们你看 我们菜市场的大妈 大爷卖菜的 你给他算 几斤几两 然后价格一成 他的脑子就是计算机 马上就出来了 你到美国 那超级商场 那大妈 摁计算机还摁错 说你看中国人多聪明 没错 我们的课堂上的教学 如此之严谨 如此之发达和先进 使得我们的学生 在中学毕业的时候 他们的平均水平非常高 大学毕业的时候 平均水平也非常高 但大家有时候就很纳闷 为什么都这样了 怎么中国的科学技术 还没有领先于世界呢 中国的基础研究 还没有领先于世界呢 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里面 这个道理呢 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 这个理论 我认为是事实 我认为我是相信这点的 就是均值和方差的关系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因为教育模式比较单一 从考试 无论是怎么样 我们希望学生 既不能太超前 也不能太落后 所以我们的均值非常高 但方差很小 这反映在我们的大学教育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就是当然也有个别的调队的 但是就总体来讲 均值很高 方差很小 美国的学校恰好 不是这样的 它是均值并不是很高 但是方差非常大 有时候我说 我在比较 比如说比较千华大学 和麻省理工 我个人认为 如关平均实力 平均水平 不是平均实力 学生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我怀疑我们的每一个科 学生的平均考试的能力 本科生 我认为可能都超过MIT 我认为 但如果说你把 每一个学科 本科生毕业的时候 比每个学生的前五名 无论是计算机 还是化学 还是生物 还是物理 还是数学 我怀疑我们不占优势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们的方差太小 我们的均值非常高 我甚至几年之前都认为 可能清华生命学院的 平均毕业生 无论是本科还是博士生 可能已经是很超前了 但也有这个问题 这跟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 就是我们太喜欢管 太喜欢按计划 太喜欢给一个框子 框着学生 但我也很 但你要让我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很惆怂 很犹豫 为啥呢 对一个社会来讲 对个体好的事情 经常对整体是不好的 就像一个整体人 人一个部分出问题的时候 是通过细胞凋亡 要把它除去 整体才能够健康 也就是说 对一个社会来讲 对一个大的群体 对一个国家来讲 它的整体和个体 存在非常大的矛盾 我再往下讲 就变成一些哲学的 一些观点了 我相信你们都理解 我在说什么 简单一点讲 公平和卓越 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你过分强调公平的时候 你会损害卓越 但是呢 你必须强调公平 怎么样在我们国家 在教育体系下 比如像我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 我是非常支持高考 高考是唯一的 让我们农村孩子 家境比较贫寒的孩子 在山区的孩子 摆脱自己 世世代代的 这样的一个出路 没有高考 就没有我们现在的 一批非常优秀的 无论是科学家 企业家 还是社会精英 能从农村走出来 高考一定要持续下去 但是高考 一考定中生 大家意见也很大 现在改革 改革到现在 你们可以看一看 改革的效果 在这我不去评价 因为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前省份 开始分科 在大学里是有一些反应的 他分科以后 比如说选择 他不选的科 他就不去学了 结果进了大学以后 他那些科的基础 支持很差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 是非常难做的 在一个社会 在受教育 在一些机会 比较少的情况下 人口比较众多 就是我们非常浓厚的 东方化影响 怎么样鼓励创新 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不是一两个人 一个部门能解决的 我觉得需要一个社会的思考 和整个文化的改变 才能够实现 应该 我再也多说两句 斯老师 结果我觉得 我们都是中国教育体系 和包括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如果没有这些 好的教育体系 我们也不可能 达这么好的基础 可以说走到 包括坐在这里 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这个是教育 给大家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想你可能提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 在不同发展阶段中 我们是不断地改革 继续往前走的问题 我想下面以后 我们找时间 在教育问题上 在单独再找 斯老师在单独地切磋 我们今天还是 回到科学上 接着来 刚才也解释 斯老师从各个问题 都能以生物的例子 来回答和阐释 那我挑一个 抛开您的研究领域 您最感兴趣的问题 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在场的 肯定有知道的 其实我的爱好 从小开始 就是除了生物之外 大的爱好 就是天体物理 为啥呢 你想 其实天体物理 最后研究的 也是物质结构 我这人呢 爱桃根究原 我觉得很多问题的根源 都在物质上 都是物质结构 包括刚才我讲的 电磁波 对可见光区之外的 检测 人 植物 生物 能不能检测 其实会看到的 也是物质结构 为什么 因为结构决定功能 就是我很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结构 让我有这样的想法 最后我认为 都可以用物质结构解释 所以 如果说你问我在 我的领域之外的兴趣 是天体物理 在我结构生物学之外 进行的研究 我在实验室 其实已经开始了 就是在国内也讲过 我很想了解 在地球上的生物体 除了可见光波段之外 还有哪些波段可以检测 怎么检测 我在实验室 已经开始做了 那我们期待 是老师未来的 对这个问题 先的发现和回答 因为时间的限制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 留给现场的观众 然后接着是张老师 你可以大声一点 我能听到 谢谢张总 让我有机会问第一个问题 我是科技日报的记者 但是今天也想问一个 老百姓的问题 就不问记者的专业问题 您刚才回答一个 中学生的提问的时候 回答了解释很长一段电磁波 说人们对电磁波莫名的恐惧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转基因的恐惧 是不是跟电磁波是类似的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就是恐惧 就是转基因 谢谢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也非常敏感 这个我还是要先有一个声明 因为我不是植物学家 所以我的问题也是 这个就是业余回答吧 还是应该请我们的 我是对科学笃信无疑 我相信我们的植物学家 能给出很完美的答案 我们做这些转基因研究的 从农科院到科学院的各个植物研究所 到我们的农大等等 但是据我所知 首先社会对转基的恐惧 是不需要的 转基 因为无论是哪国政府 包括中国 美国 之间很多国家 对转基因的作物和转基因的 无论是粮食 作物还是其他的 调控的很严 据我所知 第二呢 我确实是看到网上有一些 对转基因的恐慌的例子给的 我在这就不一一说了 那些恐慌的例子举的是没有经过科学证明的 倒听途说 但是呢 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 在这呢 我不愿意说 简单的说 我不愿意说 转基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然后大家 每个人都去做转基因 不是这样的 因为转基呢 我们对它长期的 对环境 对生态 对人 对所有的生物的影响 其实我们并不完全了解 所以每个国家的政府 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在看这个问题 但没有必要恐惧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科学家 我觉得最后转基因问题上的发言权 我建议 我也觉得应该留给科学家 科学家会给政府 做正确的建议宪策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很负责任 在这方面 多推定科学家的生意 让科学家 让我们真正懂得转基因的科学家 带领我们的 无论是给政府建议宪策 还带领我们的媒体 对转基因问题 做出权威解答 是正确的 Again 再说一句 我这是业余解答 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北京四征国际小区高二的刘家园 然后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向两位老师提问 那么我的问题是 生命科学和其他的科学有什么不同呢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生物学家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谢谢 那我先回答哈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大 这个他俩有什么不同 就能够我回答半个小时的 然后具备什么品质 我还能再讲一个小时 我就缩列成三分钟吧 这个生命科学和其他科学很不一样 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供大家批评 比如说你看数学和物理 它们是方法 数学抽象思维 物理物质道理 如果你极端一点讲 我指的是极端一点讲 也是刺激一下大家 激励一下大家 我认为世界上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 主要只有两种 就是数学和物理 在座的人会较真说 计算机呢 它是数学和物理 在座的人较真说 化学呢 是物理的极致 因为物理你想 最后它有量子物理 它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东西 化学反应 不过是量子物理的一个变异 其实呢 数学的我认为 当然你可以说 有数学方法 计算机方法 但生物学 你仔细想 它没有方法 生物学是一个大的领域 比如说你做生物的所有实验 比如说你用做这个 叫什么基因组学研究 用测序 是测序技术 是物理技术 是仪器 你做PCR 化学反应 你测各种什么什么 无论是什么生物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 你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说在我的世界里 在我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理解里边 数学 物理 化学 计算机 它很多是方法 当然也有它的研究领域 方法的研究领域 而生物是一个巨大的海绵 它就是一个大的领域 所有的方法都可以进来 所以物理进来产生了生物物理 化学进来产生了生物化学 和化学生物学 数学进来产生了生物学组学 以及生物信息学 你可以想象 所有的你的基础 自然科学的方法 都可以在生物学研究中 有巨大的影响 因为它研究的是生物学体系 而我们人作为人 作为一种生物 我们在整个世界上 我们的问题里边 几乎有一半 跟生命科学有关 你可以看一看科学周刊的 125个科学问题 超过一半是生命科学的范围头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数学 物理 化学 天文 地理 等等大家其实另外一半 确实是这样 它是一个领域 这是我非常粗浅的看法 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好的 生物学家还是科学家 生物学家 其实有 看前面一段做铺垫的话 我觉得就很容易了 你学好任何一门知识 或者有任何一个好的技能 都可以成为好的生物学家 我再多说一两句的话 197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革命 主要是用物理学家进来引起的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 生物数学 组学和informatics的革命 主要是计算机和数学进来的 同样材料科学进入生命科学 工程进入生命科学 正在引发下一段的革命 所以说不同 不断技术的革命 会引起生命科学 不断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不断地加深 一个一个的 你会看到一浪高过一浪 往前发展 所以说学好 数理化 确实好像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是呢 最主要的应用在生命科学上 我再加一句补充吧 我做这个 国来科学大党 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科学家 当然也接触 这个我们非常优秀的生命科学家 我觉得 我的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 他们是 他们是 首先是最优秀的科学家 只是碰巧 做了他们所喜欢的 那个专业和方向 我觉得他们就是 The great scientists who happen to be life scientists 石一公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四中国医学区 初二年级的徐士卓 在此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就是 我就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像您一样 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 有所作为吧 或者说有所贡献 对 好 这个问题刚刚问题的差不多 我解释一下 你可能会挺意外的 我其实呢 是在河南 我其实在 河南省实验中学的时候啊 我的生物是比较差的 这个你可能会很意外 我的数学物理还不错 这个化学比较一般 但我最骄傲的是 数学和物理 但在选专业的时候 这也是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人的兴趣可以培养 这是我和我的很多 科学家朋友 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是我相信的地方 所以我能坚持下去 我的生物底子很差 为什么选择学生物了 因为在八四八五年的时候 确实是有老师跟我讲 说是二十一世纪 会是生物化学的世纪 当时说的还不是生命科学 当时还没有生命科学 这个词我觉得 生命科学好像指另外一些东西 比如说特异功能啊什么的 真的 当时八十年代 我印象中生命科学都是说 人体的特异功能 生命科学 好像是那些东西 但是我记得是 当时在省实验中 有老师说 说师医工啊 你知道 将来可是生物化学的科学 试剂 我当时特别激动 当时我在想 哇 化学和生物一结合 生物化学 那岂不是将来会有生物理 生物数学 还有生物计算机 还有生物工程 当时我没有听说过 都是自己瞎想的 但是现在呢 取了个名字 都已经产生出来了 我呢 是相信 这个 这个我们探究未来世界的需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 其实实话是说 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的影响 我对科学感兴趣 但是呢 没有对生物特别的热衷 或者是对哪一门特别热衷 比如对数学 我也很感兴趣 但我也没有选择学数学系 这也是应试教育的一个问题 但一旦学了生物以后 我就不给自己理由了 拼命地想学好 但实话实说 因为没有打好基础 因为兴趣不足 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在清华 我的生物成绩是比较差的 在我的生物系里面 同学里面是比较差的 以至于我包括出国的时候 到了国外 我的生物成绩也是比较差的 也不瞒大家说 我9091年的时候 生物学的成绩 经常是勉强计格 但是为了拿到奖学金 它要平均分80分以上 我只好去数学物理系 选几门课 拿满分 把生物的60再提上来 直到后来 才一点一点出感觉 就是你们问的 我后来到了 博士三年级的时候 四年级的时候 出了点感觉 才发觉 原来生物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的数理 它这个思维方式 和生物不太一样 我当时没有人告诉我 生物是一个领域 数学是一个方法 如果我知道这个区别的话 我觉得我会更快一点 这个我老想拿数理的思维 去想生物学问题 不完全是这样的 不太这样 所以我是走了不少弯路 所以我知道 94 博士四年级以后 才对生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才坚持下来 最后呢 一旦有兴趣以后 再加上我认为 生命科学 确实是很伟大 很了不起 一发而不可收拾 现在回都回不去了 对 好 感谢石一公先生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 有请石一公先生 为在场的青少年 颁发 未来科学志愿者证书 希望科学家的发言 不仅能够解答 他们的疑问 也能够给予我们 以科学的启发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献给代表 献给科学家 献上我们对 未来科学的祝福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请对话嘉宾 台上合影留念 各位来宾 青少年对话生命科学奖获奖人 到此结束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 有序离场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